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 也是折射现象里面的一种特例 叫做全反射 那我们过去在折射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曾经提到 当光由这个密戒指进入到输戒指的时候 它的折射角会大于路射角 那又根据斯乃尔定律呢 它们的正弦函数的比值是一个常数 那换句说如果当这个路射角越来越大的时候 折射角当然会跟着越大 所以总会有一个路射角呢 会使得折射角会达到90度 那这个路射角呢 我们就称为临界角 临界角 那这时候的光线呢 它不会进入到界子里面去 它会全部会反射回密界值 那这种现象呢 我们就称之为全反射 那以上呢 透过一些公式跟图形的 我们来了解全反射的一些现象的一些细节 这是公式 就是根据斯乃尔定律 当这个路射角达到临界角的时候呢 折射角是90度 那这时候等于B界值 因为光是从A界值一样 从A界值进入到B界值 但是A界值的折射率一定是大于B界值 那根据斯乃尔定律 它是等于B的折射率呢 比上A的折射率 所以就得到临界角的正弦函数值呢 就等于NB比上NA 所以临界角就是等于Axine的NA分值NB 那这个临界角呢 我们称之为A相对于B的临界角 这是一个图 所以当这个路射角呢 就是光如果是从密界值 进入到输界值的时候 当路射角达到临界角的时候 它光呢就不会进入到输界值里面去 它直接产生反射 而且这时候的反射角 其实应该称为折射角 就是全反射的折射角 它也是遵守反射定律 其实也可以称为反射角 就会等于这个临界角 因为光线它不会进去 它会产生反射 那这种现在就叫做全反射 那我们下面透过一个立体呢 来对全反射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好 那假设呢 玻璃的折射率如果是1.5的话 因为钻石大概是物质里面 比较高的一个折射率 那我们分别的求出这个 就是光呢由玻璃或者是钻石呢 进入到空气以后 所产生的一个临界角 那根据公式呢 玻璃对空气的临界角 就是Arcine的1.5分之一 算在角度是41.1度 好 等于说光如果是从玻璃 进入到空气中呢 如果路射角达到41.1度呢 它会产生全反射 好 而且反射角也会等于41.1度 但是到钻石的话呢 它只有24.5度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这个折射率越高的界值呢 它的临界角就会越低 就会越小 就会越小 那也就是为什么钻石呢 要做成这个八角形的原因 因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进去的光线呢 它就很容易产生全反射 它会从另外一个界面呢 会跑出来 这是钻石呢 为什么那么吸引人的原因 除了它比较坚硬以外呢 它光彩夺目的原因 也跟它的临界角呢 其实是有相对的关系 好 那有关全反射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今天 昨天 那 是 filmmaking 是